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光大赏我们看到了王一博诠释的不同的角色 陈起令 王一博浑穿于来往机一样 高雅贵气的气质身临其境一样 有匪的谢云呢又疲又欠 嘴巴唠叨个不停 如此反差性的角色 王一博同样诠释的是淋漓尽致 他在努力做一名好的演员 王一博的耀眼 还有他的这个专业领域的身份 喜欢摩托车就一直在喜欢的事情上努力着 作为一名职业赛车手 他通过努力得到了认可 也让摩托车比赛 让更多人了解和支持了 他作为一名艺人能够亲力亲为的去参与到几些运动当中 足以看得出来他是多么的热爱跟执着 这种光芒的回馈名副其实 王一博的星光之路 出了前面所说的多重身份 还有呢就是他局级价值的属性了 他是一个让所有的官方媒体都爱蹭热度的人 让品牌代言人抱团追捧的人 是四大自媒体巨头和谐共处的人 作为顶流 把流量跟实力展现的是最佳的存在 他配得上星光更惊得起大伤 他是爱情艺的尖叫男生 优酷的代言人 搜狐的年度魅力男人 腾讯的全能艺人 一个集齐了四家媒体心头尖尖叫的人 你还会说他是个没有实力的艺人 那真是打脸的节奏了 他低调稳重 处置不精 默默做事 不需要花盘紧促 更不需要冷嘲热讽 他依然走在了金字塔的顶端了 因为优秀的人不在乎自己到底有多么优秀 他只专注于做的事情 是不是自己喜欢的 是否能够让自己全心的投入其中 如同他所说的 预见优秀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任何事做到极致就是艺术 所以说星光闪耀 无需低调 王一博的今天已经不容许他再低调了 他配着上星光也惊得起大伤 另外在12月19号的时候 王一博已经开始录制天音向上了 这已经是录制的第二天了 不仅如此 在结束天音向上的录制之后 他还要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那就是南京 因为他要参加即将举办的星光大厦 虽然有内部消息冒料 他和肖战这次会有合体的机会 但是官方一直都没有晒出最新的行程 网友们也是非常期待的 不过这次很多的粉丝朋友们 晒出了王一博录制天音向上时候的花絮 也让粉丝们大饱眼福 因为这次他即将要挑战新的角色 那么就是要唱金句了 每次录制的现场 总会带给粉丝无限的惊喜 虽然这次有内部消息爆料 他即将要表演唱金句 因为现场的服装也随之曝光了 穿一条红色的裤子 看上去非常的宽松和肥大 不过王一博上外身也搭配了自己的黑色服装 走在路上完全成为了整场的焦点 不过对于这次的表演内容 粉丝们还是比较期待的 每一期节目他都会尝试不一样的角色 因为他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如果这次真的要表演 如果这次真的要表演唱的话 那么一定会燃价全场 毕竟这是王一博第一次挑战 而且服装也是以大红色的裤子为主 格外的鲜艳和耀眼 所以当网友们看到裤子的时候也忍不住笑 穿在他身上有一种莫名的喜感 而且这次王一博在录制形象上的时候 无论是从衣服还是从形象上 都比以前要以往提升了很多 很多粉丝都纷纷调侃 再也不会穿得像王大爷一样了 这次看到他现场的服装 虽然有一些莫名的搞笑 但穿在他身上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帅气 当然除了这条红色的大裤子以外 还有一件红色的毛衣 每件衣服都能够称多出他的帅气 果然他就是行走的衣服架子 不过这两场所表演的内容是不相同的 红色的衣服被爆料 疑似是要唱京剧 而这件黄色的毛衣 是在现场学习的照片 所以网友们还是比较期待下一期的节目的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